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又回到我們的新環節 堅仔跟進馬由上角 都會見到這個節目名稱 顧名思義繼續和大家看看 昨天菊草賽事有什麼馬值得跟進 昨天的賽事的場地不算太快 放在前面走的馬也不算特別好處 以往菊草放頭馬比較好處 昨天一放到底的馬就佔得平常心 但是那場的段速非常慢 被他自己控制了 差不多頭兩段做了47秒 所以平常心回來都是緊緊的 亦都很關乎於入直路的時間 走內蘭的馬匹會比較吃虧 如果大家做功課下一次再出 在11月25日的賽事中 如果直路走內蘭的馬也要多加留意 而選擇哪兩隻跟進馬和大家跟進的 先是在第二場的賽事 第二場是4班1650位 我們回到堅仔香港賽馬APP 看看新日賽果及派賽 第二場的賽事 你看到頭頂頂 領方馬時間段段都有個加好 十分慢的 頭三段做了1分17秒05 比比賽時間都買了0.7秒 其實對於後上馬也是比較吃虧的 好了 看看這段影片 我想跟進哪一隻 這一匹馬就是8歲老王中 就是這隻的靚子驚 右上角開回賽事重溫 看到靚子驚在九檔起步 旁邊白衣的雨風超影就放了 你看到這十號仔 靚子驚梁家俊也打了兩邊 提一提他 說你早點不要太懶了 其實他也可以緊咬馬群的 但奈何了 剛才所說的 段速慢到好像龜 大家在前面 龜到賽跑那樣慢慢爛下爛下 現在在尾爾的靚子驚 實在是比較吃虧的 我們飛快一點點 看看這個靚子驚 待會去到現在對面直路 落山的時間 你看到匹馬是十分懶的 所以 如果及後日後的時間 都是用一些比較硬工的騎士 例如他最熟手的田太安 又或者是繼續梁家俊跑 我覺得都合適的 好了 彎位的時間 他跟著前面的紫衫噴火龍 其實他沒有落後 但是彎位走的三條 在昨天的賽事都是相對吃虧 入到直路的時間 其實當然不會收復太多失地 因為最後這一場 他沒有短時間做二十三秒零四 前置那堆 或者早發力那堆 都是比較好 回來後 靚子驚雖然輸得比較遠 但是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 賽政不亮眼 而再看看 他回來後 可以跟著那隻噴火龍一起過的重點 看看馬匹分段時間 靚子驚雖然跑第九回來 但是他自己沒斷的時間 都可以回到二十二秒八 都是一個二十三秒以內的時間 活力得勝都算不錯 二十二秒半 活力得勝是比較短 即1650都是熱身居多 所以靚子驚其實 這一場可以當作假賽職 而在前兩場 分別跑田草千六 以及曲草千八 其實他都已經看到腳影 似乎這筆八歲馬 已經進入了這個 減分夠 或者狀態跑起的情況 以往這筆馬 都是延伸較好 所以這個靚子驚 今次這一場 給他什麼筆記呢 大家可以做筆記的時間 打開昨天這一場 總場次214 旁邊有個爛鐘位 如果通常 萬步速受害 在走位的時間 萬步速受害可跟進 紅色給自己顯示 這場是虧了的假賽職 記得要儲存 所以這隻馬 下次看看會不會給田太安跑 就會更加合適 而另外一場 講完一場萬步速 講一場快步速的賽事 就是第四場 剛才開場的時間都說 昨晚曲草的場地不算太快 但是去到第四場壓地之前 這場馬的斷速 頭兩天開45秒89 比哪個時間都快了0.66秒 昨天三場是1200 死回1200那兩場 這一組比較快 而另外他比300那場 平常心都快了差不多1秒 差不多1秒 所以這一場的開心1號 真的要握緊他 首先 拿回一件事 就是這個 到這次不是萬步速受害 快步速受害者 也給他一個紅色 就是他 又看看片段 開心1號 昨天就是賀明連跑 排著這個綠檔的時間 哪一隻開心1號呢 中間黑衣、金帽、紅白袖 這隻就是開心1號 其實他的腳我都預料了他的 但是放了出來之後 外面是不斷有馬搞的 有些手機大勝 無限相機 還有怪獸、廚神 這次不留下了 你可以想像到 前面的馬 回到是散了 是只剩一隻開心1號 在前面回來 可以頂到第四 這一場 有一隻7號 那隻勝仗飛騰 沿途全包在大尾 可以追回到第三 你可想而知這場馬 對後尚馬 是多麼有利 多麼有利 跑邊那隻 正本紅心 現在都在尾四的位置 看看這隻開心1號 在前面 這隻還被無限相機 一直燒著他 但是無限相機回來 自己都沒氣了 你繼續跑吧 我就頂不住了 回來 開心1號 這裏還有兩步 可以點一下 完全沒有怪到 賀明年有沒有跑錯 只不過是形勢事然的意思 外面仗爵士 正本龍心 以及聖像飛騰 三隻後尚馬 僅僅過了他 我覺得這隻開心1號 這一場馬 跑得相當不錯 斷猜四班千二 就不是經常遇到這塊步速掛 甚至乎這一筆馬 填草都可以 再看看這隻開心1號 現在的評分 就在46分 大前仗 他和紅龍三身好運跑 我自己當時 給了筆記他 都是說賽事水準高 多加留意 為什麼這麼說呢 紅龍三身好運 再出 都是一個不錯的水準之下 贏到馬或者入圍 所以我覺得這隻開心1號 應該會有水位 還有下次這些放頭馬 用一個見習生 甚至用陳家希 都可能會合跑 所以這隻開心1號 絕對要跟進他 今天跟大家講 兩匹的跟進馬 如果你看完這條片之後 對於兩匹跟進馬 有什麼意見 不妨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甚至乎你有其他正的好東西 不妨都可以告訴波仔 除此之外 如果有下角 你有看到紅色的訂閱者 不妨可以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 即時通知大家 在節目完結之前 除了跟大家說再見之後 還有一個平板優惠的短片 想送給大家 未知是什麼東西的朋友 可以少留在這裡 看完這段短片 有好東西介紹給你的 下次 下次堅仔跟進馬 有時間 波仔再和大家找寶藏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再見 堅仔賽馬APP 連10吋的高清平板 只賣1988 隨機還包上螢幕貼 和保護套 真是活該 知道了 堅仔賽馬APP 有齊貼士 賽職 即時賠率等等的資料 報紙有的 我們有 就連報紙沒有的 我們都有 就例如 堅料秘符 雜錢大戶鬼鼠飛 人工智能走位圖 和即場當旺騎錶表等等 比起馬步 肯定就有多無少了 加上我們的專業馬評家團隊 堅仔五虎 對每場賽事的獨特見解 那就每個賽日都賺到笑了 不止這樣 用堅仔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都隨時可以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除了跑馬 這部機還有很多用途 你用來看電影又行 看球又行 打機、播劇通通都行 整個套餐包含這麼多東西 二千元都不用 除開每個賽日才有二十元 你想想想 其實你沒有多付錢 你只是用平時買馬步的錢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這麼多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這部機架都是我們用堅仔年費 倒貼給你的 其實我們現在買一部便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閒閒地都過千元 我們混合堅仔年費 這部機架實際才三百元 三個稅一部全新平板 你去黃金和淘寶 買一部二手的都不止這個價格 這個優惠不是時時有的 只是限頭一百名的用戶 才可以享受得到 這麼好玩 你還不快點 電話預約我們上來買機 數量不是剩下很多 遲了便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或WhatsApp我們 電話5536101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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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